这样画头发,食堂阿姨都会别人画头发,是这样的,你画头发,是这样,这样,看这样的 今天就教大家,满分头发画法 第一画线稿,首先,准备一张人物图,用不同颜色区分前中后发 用黄色区分装饰大小,降低不透明度,对头发进行大致分组 注意要有大小的变化,然后再次对头发进行细分,让头发细节更加丰富 降低不透明度,最后再次确定一遍线条的准确性,删除多余部分线条 第二上,固有色,建立选区,画出人物头发与脸部的固有色 背景填充黑色,方便观察,假设光源从这边来 那么,暗部在这里,前期大胆概括,然后添加和删除多余部分 加强颜色对比,第三塑造,将头发暗部区域再次加重 对明暗交界线,进行暖色提纯,让画面形成冷暖效果 带出装饰小细节,调整画面局部细节,让画面更加生动 强化线稿,画出脸部,暗部区域,然后增加画面亮暗对比,让画面更加完整 带出发光效果,点上雪花效果,那么一幅绝美的白色头发,就画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,最后,我整理了步骤参考,不要再收藏夹吃灰了哦